好,刚刚我们的程式呢 最后档案已储存显示不出来 那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程式是用Codeback的方式 然后它在执行完毕之后会回复这个函数 但我回复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刚刚把res.n写在这后面 也就是说这个fs.write file 执行完之后马上执行这个res.n 那我执行完res.n的这个函数才会真正被回复 所以呢,我先执行完end 那这个都已经断线了 都已经断线了之后呢 它才定做档案已储存 有用吗?没有 所以呢,我不能太早执行res.n 所以我不需要在write file的这个回复函数里面 最后再做res.n 这样子的结果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程式 刚刚这个是那个网络 那我送出 ok 这时候就有个档案已储存在这里 ok 所以跟这个回复函数的执行顺序有关 它的顺序其实是 是 是在 在 这个指定执行完之后 然后它才会被排班 然后才在某个时间点 Node 会自动不较大 但这个时间点往往是 已经比较后面 所以你在处理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把这个 这种顺序卡入进去 好,那我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怎么讲 可以储存 寄室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个小问题 我这个东西虽然可以储存寄室 但是我没有办法看 看我上次写的东西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存 但是我不能看 好,有点怪怪的 这个留给各位这种话 我只能存,不能看 那你总要让它说 ok,我打这一个档名 然后它就在往 网页画面上面就可以看到结果吧 这样不是讲完一点 那各位试试看吧 我待会我自己也来试试看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存 但是我 没办法知道我上次存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也可以改变名称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我刚 刚我们做了几次 所以它的结果有 If I'd like If I'd like to 这个是我刚测试第二次 我现在如果再弄了 If I'd like to 三 然后呢我再送一次 那你会看到这边呢 又建出了一个If I'd like to 三 ok 所以确定我们的程式 是正常运作的 但是呢 你可以任意 不一定要这个名字 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叫 建立一个叫 hello.txt 然后呢我这里就 使用hello 那我送出 它也会在这里建立一个 hello.txt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也就是我刚刚输入的hello 所以网络 既是可以存 但是 我没有办法看我上次存的结果 请各位现在试着去 试试看 你怎么样写出你 去看上次存的结果 ok 那你先可以去执行这个程式 我把这个程式呢 整个封起来 这个就不要了 那些 就不要了 只有这两个就可以 那我把这个呢 压缩 那各位先去试着 执行我们的程式 试试看 那你可以 可以感觉到 它确实有储存 那我们再来 继续后面的 请各位收看的动作 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就直接传到社团的档案子去 那你公司 继续表面 这里是 那 就在摇摇 那 这 就是 那 오� 好 那 对 请你去下载NOMAD 解压缩 然后去执行看看 先执行 然后再想办法 感觉可以看内容的方法 试试看